今天带大家来到红街市门口 开了几十年的牛杂刀 又在大台场了 澳门的牛杂最有特色的就是这把剪刀 每天几点钟开档 三五两点 看到我口水都快出来了 这个白粥是用来干嘛的 白粥是用来干嘛的 牛杂粥 这么大一份40块 试试什么味道 牛脆骨都是牛的喉 澳门我是没见过 反正这里有 只有路边滩才能感受到市井街气 澳门很多路边滩一开就是几十年半个世纪的 你可以看 前后左右的全部都是五六十岁以上的街坊 你们是来这里吃粥的 很久不久 韩国路的味道 好脆 好吃 口感是非常丰富的 向大家来澳门旅游 正可以来这种街市 真正一些好吃的美食可能就藏在街头巷尾 但是你们要花点时间和精力来感受一下 吃